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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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前行完了以后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就在推荐第二轮的前行 这叫做无前行 然后这个里面就有皈依和发菩提心 有皈依和发菩提心 然后皈依和发菩提心的这种方法呢 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修四无良心 慈悲息食四无良心 四无良心怎么样去思考呢 由这个思维的方法 比如说中喀巴大使的这个教法里面 由因果器诀窍 诀窍 因果器诀窍 就是七种因果的诀窍 秀菩提心的一种要诀 一种诀窍 然后这个一共有七种诀窍 这七种诀窍前后都是因果的关系 所以叫做因果器诀窍 这个因果器诀窍呢 这是当中佛教的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 他们根据大乘佛教 显宗的这些仙宗的这些大乘佛教的经典的内容 然后把它力顺 调整 以后又变成了一种思考的模式 一种思维的模式 从这个整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呢 它是提连出来的 提连出来的 这每一句每一句都有大乘佛教的根据 大乘佛教的依据 它没有脱离大乘佛教的这个交易 但是呢 它的方法呢 就是一个我们 一个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 随时都可以去 去想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坚毅的一个 简别的一个 又简单又方便的一个这样子的思维的模式 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 先称的一个思维的模式 这叫做菩提性的修法 这叫做菩提性的修法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修法 通过这种菩提性的修法去修 比如说我们修慈无良心的时候 慈就是圆一切终生 圆一切终生拥有所有的快乐和幸福 这叫做慈 悲就是圆天下所有的神明 圆离所有的痛苦 这叫做悲 那这就是 这就是一种 他有一种 他有一种 具体的训练的方式 有一种训练方式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训练方式 我为什么要 怎么去想呢 为什么我要 慈悲所有的众生呢 我为什么发这样子的心呢 然后就是有这个 他的理由 他的方式 都有 那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思维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思维的方式 可能是要思维十分钟啊 五分钟啊 甚至半个小时啊 这样子的时候呢 然后在我 通过这种思维啊 在我们的心里 有一种强烈的 这种心愿 什么心愿呢 就是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希望 强烈的希望 天下所有众生 远离一切痛苦 强烈的希望 天下所有众生 这个 有 拥有 所有的幸福 这个是要训练的 如果不训练的话 今天比如说 我们在座的 我们问任何一个人 你远不愿意 天下所有众生 离苦得了 这里我们没有人说不愿意 大家都说愿意 但是实际上 这种愿意的程度 有多高呢 不高 我们只是愿意而已 根本就没有 强烈的去 去想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口渴的时候 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啊 我们想喝水 强烈的愿望 喝一口水 这种愿望 我们 这个 愿 天下所有众生 离苦得了 这个 这个心愿 能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呢 大不到 大不到 我们想为了自己的解渴 想喝一口水的这个水瓶 都没有达到 都没有达到 所以呢 这都是一种心事而已 是一种表面的心事 根本没有在固子里啊 根本没有发自内心的去想 这是表面上想想而已 这就不对了 所以要训练啊 所以要训练 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说 我有菩提心 其实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菩提心的 它的真正的表准啊 没有那么的容易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 相信 这个完全是可以阻导 因为这个 人是完全 因为人的能力 完全可以打倒 这个就是我们的 在我们的 人的能力的范围之内啊 所以也不需要 绝望啊 失望啊 菩提心的要求这么高 那我永远都没有希望了 也不能这么想 只要我们去 训练 那一定 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在座的 所有人 都有这个机会 都有机会的 所以不需要 所以不需要 死亡 去思考 这个思考的时候 这种思维 这种思维 比如说 终生有多么多么的痛苦呀 多么多么的可怜呀 地狱终生有多么多么的痛苦呀 所以呢 我要去度一切终生啊 等等 这些思维啊 这些思维 嗯 叫做 叫做 管 管 观修 观修 观察呀 观察呀 观察地狱有多痛苦 它生命有多长 叫 观修 然后观修所得到的这个 感受 感受 感受就是一个 累在的感受 它不需要思考 通过思考啊 思考就是 它的过程 感受是它的结果 它的结果 有了这个结果以后呢 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思考了啊 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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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 也许可以 这个状态 这种感受 也许可以持续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或者是半分钟 这个都不一样的 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感受啊 只能持续到一分钟 两分钟啊 然后后来呢 这个持续 这个状态 可以是半个小时呀 二十分钟啊 这样子就越来越好的 后来就是越来越好 开始的时候就难 这是这个菩提心 然后呢 后面有金刚萨多呀 有曼茶罗呀 上司瑜伽 等等 这些修法 方法都是这样子 这个具体的修法啊 我们要去看这个 看他的引导问 我今天讲的就是一个 狂架 一个狂架 一个概念 以后大家 修的时候啊 要怎么样去修 就是给大家 介绍一个狂架 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呢 大家可以看 看什么呢 第一个 中喀巴大师的这个 菩提道 慈离广伦 里面有 这里面有 上司道 下司道 中司道 这个 中司道 是修处理性的 然后上司道 就是修菩提心的 这里面有了 还有就是大圆满的前行 菩仙上司 岩教 里面有 还有慧灯之光 里面也有 慧灯之光 从离到尾 全部都是拜华文 全部都是拜华文 这里面几乎都没有 佛教的这些 专用修语 一看就明白 这些都是 都可以参考 通过这些 然后修 还有 我们可以听 听这个录音台 听 看DVD 然后我们可以 从这个网上 可以看视频 听音频 都可以 还有一个 就是需要一个 扣传 还有一个扣传 那么扣传呢 这学习 全部学完了以后呢 扣传就很简单了 扣传很简单 扣传就是 就是念一下 就完了 这个我们这边 有这么多的这个 活佛呀 堪伯呀 仁波切啊 这些中心啊 每一个中心里面都有 他们 给你们 串一下 就完了 就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学习呢 因为我们 很多的仁波切 的这个 这个 语言 一个是语言 有些人是 讲英语 那么 我们可能 这个 心图当中 年纪稍微 大一点的呢 可能要听 通过 英语 听佛法 可能也有一点点的 难读 所以这样子就是 还是有一些 语言上的 语言上的这个 这个障碍 困难 但是我们听了这些 录音带 看书 音频 通过网络 学习好了以后呢 这些 语言上的这些问题 基本上就 基本上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都基本上解决了 剩下来 就是要口传 口传就是 这个 他们 给大家念一下 就可以了 如果 不懂得 讲 也没关系 念 这个没问题的 念一遍 这样子的话呢 一般这个口传 也就 也可以算是有这个口传 传承了 然后大家去修 去修 修心 大佐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行了 这就是知和管 的这个知修和观修 然后 最后的时候呢 最后的时候啊 这个知修和观修里面呢 后面 后期的时候呢 以 知修 知修为主 为什么 这个时候 修心修的 这个 餐厅修的 比较不错了 有一定的功夫 所以 这个思维 它就是一种过程 不需要太多太多的思维了 因为这个思维很熟练 熟悉了以后呢 稍微就是一秒钟 一秒钟不可能啊 一分钟两分钟 或者五分钟 稍微去思考一下 然后这干手 干手 已经就有了这个干手了 然后呢 这思维就不需要了 思维不需要 有了干手 思维就不需要了 然后在这个 这个干手当中 停下来 而且这个时候呢 这个干手 可以保持很久的 可以保持很久 所以呢 后期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知修 管 就不需要太多的管 我讲的这个管 是观察的管 观察的管 不需要太多的观察 另外一个管 第二层意思呢 我们平时讲的 止管 双运的这个管 这管是什么呢 这个干手就叫做观 心有平静 有干手 这个干手就叫做观 心平静的这个部分 叫做止 然后有干手 干手呢 有可能是出力性 有可能是菩提性 有可能是这个 慈悲性 都有可能 这不管什么样都可以 这就叫做观 叫做观 另外一个观 就是大摩柱是这样的 民心坚信 这才是最真正 最表准的观 就是这样子 心惊下来 然后证悟了 民心坚信 那这个是 真正的这个 意义上的观 但是这个 我们现在是不要着急 着急了也没有用 前面的前行 这些都过了以后 我们才能够 民心坚信 我们不是六祖 会能大使 如果每一个都是六祖 会能大使 那就不需要这些了 直接就可以敦吾 但是呢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根基 不一样 所以 要兼解的 要逐渐的 虽然我们不是六祖 会能大使 但是呢 通过这个 外前行和内前行的 这种方法 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编得六祖 会能大使 我们现在不是六祖 会能大使 但是呢 这些前行的 这些修行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变得 六祖 会能大使 意思就是说 这些前行 外前行 内前行的 所有的前行的修法 修完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听 大圆满 也可以 或者是再去听 大首音也可以 或者再去听 禅宗也可以 禅花头 去禅花头 静下来 念佛 然后去看 念佛是谁 谁在念佛 一下子就是 没有人在念佛 当下就是恍然大悟 有可能 这不是没有可能了 有可能 然后就是这个 念佛的时候 一般禅宗都是 念佛 就是禅这个 滑头的 滑头 禅花头 然后立即 心很拼近的时候 在拼近的状态中 念佛 然后再回头 我们禅宗里面 有些时候就讲 主人公是谁 什么叫主人公呢 就是到底谁在念佛 这个时候就是 看 谁在念佛 然后就知道 恍然大悟了 恍然什么 恍然大悟了呢 是不是知道 我的心在念佛呢 这个难道 还要什么 恍然大悟呢 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的 不是 原来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 在念佛 这个就是空心了 本来物以无 灰能大师的这个 立即 有可能 立即就 体会到了 那就我们成功了 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 这个三个目标当中的 最高的目标 成功了 这是密法 密宗的方法 它逐渐逐渐地 让我们进步 慢慢地进步 慢慢地进步 把我们推到 这个 开悟的边缘 把我们推到 开悟的边缘 然后一句话 让你开悟 就是这个是 他的方法 那么 禅宗呢 他没有讲 这个四千星 五千星 他没有讲 他本来就是一个 高端的 一个顶尖的课程 佛教里面 是一个顶尖的课程 他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 这样子的人 听得放 听得放 像灰能大师这样子 他就不需要这些了 这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证悟 希望大家这样子 如果我们这一辈子 没有证悟 那虽然是很遗憾 但是呢 也没关系 只要揍了一阶炉的话 那我们下一辈子 一定会继续揍下去的 下一辈子 我们一定会 一定会来 做这一辈子 没有做完的事情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 当然希望这一辈子 开悟 如果不开悟 但是我们往开悟的 这个路上 走了一界 那应该是很不错的了 我们最害怕 是什么呢 往这个开悟的 这个路上 根本都没有去 想过这个事情 然后内涵 没有任何的东西 里面没有处理心 没有菩提心 这样子的话 那这是最可怕的了 最后 连接陀 往离接陀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没有离接陀更近 所以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好好修 一步一步地修 然后啊 我们把这些 全部做完了以后 四千切呢 歪千切呢 这些基础的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都做完了以后 接下来 然后就是 真心的这个部分了 真正的 这个禅 就是真心的这个部分 那真心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去真无空心呢 有三种方法 真无空心啊 有三种方法 大家记住有三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 我们都可以用 但是呢 这三种方法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合 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 这三种方法里面可以选 如果做得好 这三个方法里面 任何一个 都能让我们 真无空心 真无空心 那这三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方法 是最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这就是 中观 中观的方法 中观啊 中观就是 龙叔菩萨 龙叔菩萨 等这些印度的 印度的 这些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 他同时是成就者 也是学者 佛教的学者 佛教的成就者 这是这些人 把佛陀在这个 波日波罗弥多井里面 这样的这个空心 如何用退离的方式 就是真名 就是这种方法 有有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轮 有很多的轮 这些轮叫做中观 中观 其实就是逻辑推离 逻辑推离 通过一个特殊的逻辑 来退翻我们的 所有的执着 把我们的一个一个执着 全部给推翻了 我们认为 我存在 我是一个真实的 真实的 这个生命 然后呢 对我又产生执着 产生无命 然后中观 用他的逻辑 就推翻 推翻这个观点 然后我们 执着 外在的这些 外在的这些 物质 物质 对他们的执着 然后呢 中观 进一步地讲 外在的物质 也是 不是真实 这个我们具体的 就是明后天的 这个课里面呢 有一个课就叫做 题目叫做 你可以更无事 这个里面就会 会讲一些 具体的这个方法 大家 那个时候可以 可以给大家介绍 简单的说 就是把我们的 所有的执着 把我们的所有的执着 通过这个逻辑 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 一个严密的逻辑 来把我们的 一个一个的执着 全部推翻 全部给推翻了 推翻了以后呢 就我们自己去悟 推翻以后的事情 但是中观 他只能推翻我们的执着 他没有办法 直接告诉我们空心 这个没有办法的 就像《六珠贪经》 里面讲的一样 不可死 不可言 因为我们的预言 我们人类的预言 就是为了在 现实生活当中 方便沟通 而创造的一个 这样子的沟通的方法 那么这个预言呢 它要表达一个 完全超越 它的范围的一个 这样子的境界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它讲不出来 但是它只能告诉我们 我们的这些执着 是错误的 至少 这个它有办法解决 这解决了以后呢 我们离空心 已经非常非常紧 已经很近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自己去心静下来 去看 有可能 有可能 真五 有可能真五 这叫做中观的 中观的修法 我们这样子 前行 歪前行和内前行 修完了以后呢 一段时间当中 可能是一年左右 一年两年的时间当中 就去修 四禅八顶 心要平静下来 然后这个 过了以后 就修这个中观的 这个修法 心平静完了以后呢 就通过中观的思维 去大破 我们自己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 这些执着 这个也得有一年到两年 这样子的时间 这个完了以后呢 具体的不可死 不可言的东西 到底以什么东西 去体会呢 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澳洲听不见 语言也没有办法表达 不但是语言 没有办法表达 而且我们的意识 也没有办法思考 那既然是一个 这么神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去体悟呢 那就是通过这些 弥法里面的方法 或者是禅宗的方法 去自己去体会 那这个语言 没有办法表达 但是呢 有办法证悟 大摩注释就讲 如人饮水 能乱自治 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替悟了以后 就知道的 你没有办法表达 但是你知道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 推理 中观的推理的方法 这是一个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密法 密宗里面讲的这种 七脉命典的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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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种方法 取正无空心 各位要记住 七脉命典的修法 跟空心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呢 七脉命典的这种修法 比如说 印度的瑜伽 现在的瑜伽 他也 现在我们用来奸身 全世界都有各种各样的瑜伽观 他也修七脉命典 知道吗 他也修七脉命典 至少他会修七脉 他也会修 为了奸身 为了奸身 修七脉 然后呢 故印度的波罗门 波罗门 他也会修七脉命典 他是为什么修呢 为了神通 为了神通修七脉命典 修七脉命典 然后这些都是修七脉命典 然后呢 藏传佛教的秘法 也修七脉命典 为了什么呢 为了正悟空心 而修七脉命典 不是为了奸身 不是为了神通 而是为了正悟空心 修七脉命典 修七脉命典这样子的法 印度佛教里面有 瑜伽里面有 佛教里面有 不但是这个有啊 很多的这个佛经里面 我们常常讲的这些东西 在外道里面 完全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外道的经典 外道的经典 翻译过来的呢 目前在这个中文上的 就像奥依俗 就是比佛陀还早 像奥依俗 奥依乌史 这样子的这个奥依俗 等等 还有就是在佛教的书里面呢 就是有些时候就描述一些 这个外道的一些 一些这个宗教的观点 除了这些意外 我们没有更多的这个资料 可以参考 三方佛教里面呢 就是外道的这个 讲的比较多 为什么要 他要取分 不能走外道的路 要分开 所以把外道的 很多很多的观点方法 都描述的比较清楚 讲的比较多 那外道 他也有讲 有七脉明点 那不但是外道将七脉明点 外道将空心 外道将空心 比如说我们认为 这个七脉明点呢 因为外道 波罗门里面也有 所以这个是波罗门的法 如果我们这么认为的话 那么我们的波罗波罗门多里面 这样的空心 也是外道的 为什么外道也在讲空心呢 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外道将类似的东西 把这个东西变成外道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那空心也是 但是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 一个引读的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者 叫做菩提萨多 大堪布菩提萨多 他有一个中观 叫做中观庄严论 中观庄严论 然后中观庄严论 有一个字节 他自己写的这个解释 这个字节里面呢 他就引用了很多 外道的这个 这个 疾悚 他用了这个外道的疾悚 干什么呢 他说 如果我们在不体会 不体会这个空心 不证悟的话 从字面上看 从字面上看 外道跟这个佛教的空心 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外道也在讲 不可言 不可思 六诸贪经里面 讲的不可思 不可言 我们绝对在 这个 外道的经典里面 完全可以找到一个 一模一样的一句话 外道的经典里面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菩提撒多 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真无 如果不真无 从表面上讲 外道 讲一个大我 大我 这个大我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我 然后我们讲如来章 如来章 讲如来章的时候 我们讲如来章 佛心如来章 就是 尝尽我乐 那这个就 更加的 就像外道 外道就讲 外道的婆罗门 就讲尝尽我乐 这四个字就是 外道的这个 这个经典里面 有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就完全是一样的 大家相信吗 去看看外道的书 就知道了 婆罗门里面 他讲 不可思议的我 他就这个叫做 不可思议的我 那我们不就 也在讲我吗 长 就是永恒的 外道也在讲永恒的 井 就是清静的 外道也在讲 这个不可思议的我 就是永恒的 清静的 唱经我 我 他就是讲 这个叫做大我 乐 就是没有痛苦的 他就说 这个唱经我了 不可思议的 我是没有痛苦的 外道也是一模一样的讲 所以在外道里面 有一个这样子的花 类似的 相同的花 所以把佛教的东西 变成外道 如果这个逻辑 成立的话 那我们的佛心 我们的空心 全部通通都变成外道的花了 这个各位大家不相信 可以看看 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对 我们以为这个唱经我了 不可思不可耶 我们佛教才会说 外道不会说 不是 外道在说 但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 本质上的不一样 字都是一样 本质上不一样 这个进一步大家去了解 就知道的 然后七脉明典也是这样子 外道修七脉明典 他认为这是一种火功 我们平时做的这个火功 外道将这个七脉明典 他认为这是他的一种火功 他是为了神通 为了神通 为了神别 修七脉明典 然后佛教就是为了 为了这个正悟空心 修七脉明典 这样子 那接下来 空心 这个七脉明典跟空心 有什么关系呢 这有什么关系 大家记住 七脉明典的意思是 它七脉明典 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而已 它不是结果 结果它需要的 达到的就是要 真悟空心的经济 那修七脉明典 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空心呢 我们通过这个七脉明典的修法 完全可以控制 强制性的控制 扎连 人的扎连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这个大家可以这样子推理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的身体的某一部分 收到外来的刺激的时候 大脊 装脊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仪食 它就失去直觉 失去直觉 晕倒 或者是打了麻醉窑 它也失去直觉 这就是充分地说明 人体会直接影响到 人的这个念头 人的身体 直接影响到 这个人的这个情绪 还有就是人的这个意识 直接影响 所以呢 密法就是通过一种 七脉明典的训练的方式 强制性地 把人的扎连停止下来 然后人的扎连都停止下来了 以后呢 剩下来的是什么 剩下来就是 这个 如来掌 没有扎连 这时候呢 可以 证悟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 宪宗里面 有一个非常 文和的方法 就是四禅八定的修法 逐渐逐渐 花了很长时间的功夫 然后呢 慢慢地把 这个扎连 停止下来 这叫做 这个禅 扎连停止下来 然后上传佛教的 这个秘法呢 它通过 七脉明典的一种 训练的方式 强制性地 强制性地把这个人的扎连 断掉了 两个都是 结果都一样 方法不一样 我们四禅八定是通过 温和的方法 通过一个很传统的 暴受的方法 逐渐逐渐地把扎连 慢慢慢慢慢慢地减少 最后可以达到一个 没有扎连的地步 然后 七脉明典的修法呢 通过这种方法 强制性的人的扎连 全部给停掉了 但是 真无空心呢 四禅八定 把这个 人的扎连 渐渐地停下来 这个是真无空心吗 不是 是真无空心的 基本的条件 密宗的这个 七脉明典 他强制性的人的扎连 停止 但是这个是不是 真无空心呢 不是 这个是真无空心的 一个前提的条件 真正的真无空心呢 通过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比如说 这个 四禅八定的方法也好 七脉明典的方法也好 就是 它的作用就是 扎连停止了 然后 扎连停止了以后呢 真无空心是 停止以后的事情了 没有扎连的时候去 证悟 如果这个时候 不证悟的话呢 那四禅八定 也是没有用的 密宗的七脉明典 也是没有用的 这是七脉明典 修法而已 这是一个 柔梯的一个 训练而已 也是没有用的 最终的 真正的 它的结果 就是在这个后面 当七脉明典的修法 强制性的 这种 默贵式的训练 把人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念头 停下来以后 断掉了以后呢 然后 就去无 当下的 新的本性 六竹 这个谈经里面讲 不思过去 不思未来 当下的心 现在我们通过 七脉明典的方式 过去 思维过去的这个 停下来了 思维未来的这个杂念 也停下来了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 当下的心了 当下的心 怎么去替悟呢 还是要靠 还是要靠这个 诀巧 有了这个诀巧 当下 就可以体会了 如果没有这个诀巧呢 密宗的七脉明典 它也不能正无空心的 这就是正无空心 和密宗的七脉明典的 原理 就是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知道 十长八丁 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要通过很长的时间 然后七脉明典的 这种心修法呢 它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呢 它也要一定的功夫的 这个也要下功夫的 但是相对而言 就是稍微快一点 通过这种方法 它杂念全部 大笑 全部断掉了 断掉了以后呢 它是不是 这个断掉了以后 是不是正无空心 不是 这个是杂念控制了 杂念控制了 还没有正无 杂念控制了以后 是非常有可能正无空心 因为没有这些杂念了以后呢 就很容易发现新的本性 这时候呢 去正无心的本性 这个就是密法的这个方法 这叫做 这叫做 七脉明典的一个方法 通过七脉明典的训练的方法 把人的这个 强制性的杂念 控制下来了 这个我刚才讲了 七脉明典跟人的念头 有什么关系呢 肉体的训练 难道可以控制杂念吗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麻醉咬 就是外来的这个大吉 云道 这些都说明 肉体跟这个 今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关系 所以就是通过肉体的训练 可以成功地可以控制 人的这个扎黏 可以强制性地把人的扎黏 断掉 断掉了以后呢 真无和不真无 还是另外一回事 这真无的纪律 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诀窍的话 那这是没有扎黏而已 没有扎黏而已 不能真无空性的 如果有其他的诀窍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强制性地把扎黏停止下来了 停止了以后 你去看明星见星 这特别特别的容易啊 禅宗 禅宗里面像六祖会能打十 这样子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 争入了 但是呢 其他很多很多人 在禅宿的地方 有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十八年 这样子的功夫啊 也不一定能够 整无 能够体会 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原因 所以这些诀窍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些方法 方方面面的 全方位的 去整无空性 用方方面面的这些方法 能用得上的方法都有 目的就是证无空性 目的不是齐迈明点 目的是证无空性 目的不是四禅八定 不是四禅八定 目的就是证无 比如说宪宗的证无 民心坚信 它前期阶段的时候 需要四禅八定 证无了以后 不需要四禅八定 过河以后呢 这船就不需要了 过了河就这船不需要 四禅八定 它是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民心践行 那民心践行以后呢 再也不需要四禅八定 因为这个民心践行里面呢 有高端的这个知和观 已经有了 这时候四禅八定的知观 是不需要的 同样的证无空性 就是齐迈明点的修法也是 证无了以后呢 这齐迈明点的修法 也就不需要了 然后就已经证无了 但是这个人体 跟这个精神的一个关系 这个一个秘密的关系 这个是脏迷 迷法它掌握得非常地清楚了 迷法掌握得很清楚 所以它就是从这个地方入手 这个地方入手 但这个是不是 所有的密宗的方法呢 不是 告诉大家 密宗有两条路 一个叫做解脱道 一个叫做放便道 放便道和解脱道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种 齐迈明点的修法 魔鬼训练 这个就是属于放便道 为什么叫放便道呢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各种各样的方便 各种各样的方法 证无空性的方法 特别特别的多 它提供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 所以叫做放便道 方法和方便就一个意思 放便道 修齐迈明点的 然后密宗还有另外一个道 这叫做解脱道 这个是不修齐迈明点的 告诉大家 不要以为所有的脏迷 脏传佛教的密宗 都是修齐迈明点的 不是的 不是 像大圆满 宁玛巴的大圆满 它几乎是不修齐迈明点的 几乎是不修齐迈明点 它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大圆满就是把四千性 五千性全部学完了以后呢 它有精作的方法 它有特殊的精作方法 来证悟空性 嘎举牌的大收音 比较接近 跟大圆满的方式 比较接近 然后禅宗 汉传佛教的禅宗 真的是很接近 禅宗 禅宗和大收音 大圆满 这里面有非常相同的地方 他们的方法 比如说 禅宗 他用的方法 他没有用忠观 他是不理文质的 他是不推理的 他不需要用忠观 第一 第二 他没有用齐迈明点 他没有齐迈明点 但是他通过颤滑头 通过这种方式 让你明白 让你明信兼信 大圆满和大圆满 就是这样子 他第一个 他不用太多的逻辑 第二个 他不强调 这个齐迈明点的修法 然后就是 类似于 参花头的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 让你 这叫做 制止人心 让你 直接发现 自己的本性 恍然大悟 那不需要逻辑 不需要 齐迈明点 但是禅宗跟这个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刚才讲 禅宗是需要 处理性 菩提性 但是呢 禅宗里面呢 就是 最丁简的这个意外呢 他没有太多的讲 十千性 五千性 都没有讲 大圆满就有 十千性 五千性 这些逐渐逐渐的 靠近 靠近真理 靠近明性 坚信 到了最后 这个 到了这个 这个 政务的这个 边缘的时候 到了政务的 边缘的时候 然后呢 他们用的方法 特别特别的相通 特别的相通 有一个餐食 有一位餐食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这个 学温 学温 他文字方面 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他以为政务了 后来他没有过关 然后呢 他回去 自己种笛 然后又颤颤 三年以后呢 有一天 他种笛的时候 他挖笛的时候呢 就挖出了一个挖片 就笛笛啊 就是挖出了一个 盖方子的挖片 然后他把挖片 拉上来 往后面一扔 这个 就正好就 打到了后面的 这个柱子上面 就啪的一声 然后当下 他就开悟了 这个好理解 不好理解吧 我们 可以吗 你们试一试 你们把 挖片拉起来 啪这个 墙壁上一撞 能证物吗 不能证物 我们可能是 可能是成千上万次 这样子也不一定证物 这为什么呢 藏传佛教的大阅满里面 这一类的公案 特别特别特别的多 你们可以看看 这些大阅满的 这些上师们的专辑 专辑 基本上都是这种方法 因为它的根基 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很快就证物 我给大家解密 可以简单地给大家解密 为什么就是一个挖片 就打到了柱子上面 啪的一声的时候 就证物了呢 这个声音大到这个 挖片往后一刃的时候 大到柱子上啪的一声音的时候呢 它本来就是在思考问题 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人的声音 人的这个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耳朵 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思维会听顿一片刻的 听顿了 尤其是忽然间 就是有一个突然间一个大的声音 就我们的脑海里面是空白的 空白的知道吗 空白的 然后它在这个之前呢 平时我们也就是 这个 害怕的时候啊 受惊的时候 就我们也会就空白 脑海空白 但是我们是空白而已 一下子一会儿又不空白了 更多的扎念就出来了 因为它这个中间是 稍微有一点点空白 然后呢 它本来它的根基很成熟了 它的智慧立即就是 截入了这个空白 在这个空白当中 空白就像一个窗口一样 这个窗口里面 它看见了新的奔心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扎念了 听之了 看到了 我们 我们也可以脑海一片空白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绝窍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看 就是空白而已 空白而已 人家的空白 跟我们的空白不一样 不一样的 结果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这个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的 我们下吧 我们下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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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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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请问心与心性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心是形成的思想 心性是离于思考与作意 当你体验到此一本质就是你的相续时 便中断自心的意念活动 并认其如是而为 无作意 且如它的本然状态 这个离于任何作意 这个离于任何作意 极静且鲜活觉醒的状态 是自然清静自心的要诀 请问骗鸡 与骗鸡与骗鸡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在骗鸡中 骗 指的是来来去去形成概念的念头 鸡是与法身相合的基本了知 因此是储藏善恶习气的容器 骗鸡是 是从骗鸡 激起并升起为念头的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绝授时 让你无作意的本然状态 你真实根本的自信 不受思维干扰 平静地保持着无念与鲜活的觉醒 认知此为骗鸡与是两者的本然状态 也是事物的自信 因此 这是自然融入法身的要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心事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达到 心是思维的基础 心事是所有可能发生的念头活动 是促使心活动的风席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不要被挑起情绪的风席所闪动 而是让心保持无念 不由任何体性所构成 就有如苏油灯中不为风动的火焰 感谢观看